好 亚武TV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 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湘龙 职业聊天家这个title自从我用了之后 应该不会有人用吧 就跟就我们常常看什么资深媒体 那个大家都可以用 但职业聊天家是我专用的 好 那今天 来我们来聊一聊就是 其实在我心里面憋很久了 但是我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20分钟 能够把我的一些的想法 那抛砖引玉 让大家可以开始启动大家一些 在论述上面的思考 及此广义一下 有关兵役问题 大家都知道原来民进党 那个国防部是说12月底以前 12月底以前 要宣布要延长兵役 那如果本来就是要从4个月延到1年 那何必拖到12月底 你早早点宣布就好了 但是之前你会说 因为有选举嘛 所以不能够宣布 好吧 那我也能理解 那11月26号选完了 到现在呢 又快一个月了 那我说还不宣布呢 卡住了 因为选输了 那选赢了是不是他 他就会去宣布 我认为选赢的宣布的可能性 确实大很多 但选输了之后呢 尤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我想以民进党来讲 民进党在网络 因为蓝跟绿在网络的经营呢 在不同的方向上面 那民进党呢 在经营网红跟网军的这一块 非常厉害 但是呢 蓝营的部分来讲 蓝营呢 是在经营一些呢 网络的社群媒体上面 现在慢慢的成熟了 不管是TikTok 不管是Facebook 或者是呢 在YT上面 蓝营的选将 尤其是比较年轻的世代 在这个领域里面来讲 是不错的 那民进党呢 在网红跟网军上面 这段时间 显然得到了大量的负回馈 就是 所有这种的回送的讯息 基本上面对民进党 都很不爽 在政策上面来讲呢 也很不认同 表面上看起来呢 我们说导致民进党呢 这场的九合一选举大败的 我归纳到四个原因了 一个呢 当然跟林志坚啊 这些的假的 这些的 就是说呢 就是论文抄袭事件 导致呢 整个逃足的选情的崩盘 但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 对于呢 高宏安的穷追猛打 那个他觉得 失去了比例原则 没意思 输不起 老实讲 对高宏安的这种的 这种的穷追猛打 他给大部分呢 看选举人来讲 就是一个印象 就是你输不起 你输不起可能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呢 你新竹市 你柯文哲呢 自己 不是柯文哲 就是你柯建民呢 自己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这样一个 一个助理出来呢 当上呢 当上新竹市长 让你呢 呼风唤雨当新竹的太上皇 那八年的时间 难道里面真的有什么 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就他新竹是不是有大秘宝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觉得 觉得报复性的 就是觉得 虽然我林志坚选不上 可是我还是有候选人啊 那我如果把高宏安 打下去之后呢 那我的 我的 我的这个 沈慧宏也还是有可能 会当选啊 大概这两个原因 但总体来讲 就是输不起 第三个呢 是台南的这个 88枪治安的事件 这些对他伤害呢 当然都都很大 对民进党 但是还有一个 我认为更更关键的 更更关键的 虽然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还没有人敢承认 说这件事情 重伤了民进党的选情 让民进党的选情 不管是网红 不管是网军 突然间的假嘴 因为网红跟网军 普遍来讲 年龄层呢 都不高 这些人呢 一旦面对到 兵役问题的时候呢 他可能比我这种老人家 更有感 兵役要从四个月延一年 可能大部分就 不过就多个八个月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步 八个月差很多 你要一年的 一年的时间的话呢 大家第一个 除了整个的生涯规划呢 会被卡住 你考上研究 比如说你考研好了 你大学毕业呢 你考研 你考上研究所 你考上研究所 你就得要考虑 就像过去我们一样 你要先当兵呢 还是要先念研究所 总而言之你知道你跑不掉 那你就是 你就得要 得要凑出呢 你一年的时间 就得要到 到营房 像牢房一样 就是待着 我们过去是待 待一年十个月啦 连成功里呢 就两年的时间 那现在呢 要进去待一年 那你说原来四个月呢 四个月就好办了 四个月呢 以照现在的方式来讲呢 我可以把四个月切 切两半 切成两个月 两个月 我暑假呢 去上就可以了 我只要暑假 去军队 去部队里面呢 报到 今年呢 去耗两个月 明年再耗两个月 就过去了 勉强还能接受 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的态度是不止呢 应该要全力的反对 把疫情也延长 甚至于现在的四个月 我认为都应该检讨 我的几个逻辑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过去 我们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思考 我们都会认为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我们长时间 我们都被国家主义 都被政府 进行了道德绑架 就是哪有 没有国 哪有家 这样短短的一句话的 道德绑架 威力很强 就是不爱国 你会觉得很自责 很内疚 你甚至于呢 连要再继续呢 稍微的怯弱一点 问一声就说 我爱国啊 可是第一个 我爱的是哪一个国 第二个 爱国的方式 只有一种吗 而且就是要 把命交给你吗 我难道不能够 不能够爱国 但是爱得 不要这么的深 不要这么的 死身相许 可以吗 你连问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长时间 我们都是 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之下呢 被道德绑架的 讲到爱国两个字 无限上纲 连讨论的机会呢 都没有 是这样吗 其实 以现代国国家来讲好了 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的情况 说觉得 觉得你的命是国家的 像大陆 大陆呢 才是呢 你的命呢 是国家的错 大陆是募兵制 大陆不是真兵制 大陆的兵役制度 跟美国差不多 募兵制 虽然里面的运作的方式呢 还是有一些不同 可是呢大陆是募兵制 美国也是募兵制 现在 现代的国家 越现代的国家 兵役制度呢 会越倾向于募兵制 真兵制 已经落伍了 落伍并不是说 你作为一个国民 对于国家的安全 你没有任何的责任 可是政府跟人民之间 在服兵役这件事 因为服兵役这件事情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国家需要有人来保护 这个我听得懂 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 你要我保护 就是要我的命 要我冒着生命危险 来跟你换 这个讲不通 募兵制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说 一个采行募兵制的国家 军人地位比较高 我看真兵制的地位是不高的 真兵制就是大家都心不甘情不愿的 那反正时间到了嘛 那逃也逃 逃不掉 有本事的呢 也都已经逃了 我说逃就逃 逃兵了 你不要 你不要怀疑 只要是 只要是宪法里面 刻以人民的义务 人民都会想办法逃 要纳税是不是 我逃税 要当兵是不是 我逃兵 我看要纳税要当兵 我们都不知道是好国民 应尽的义务很抱歉 那是好国民啊 但是有很多装模装的烂国民 有权力的人 就逃兵 有这种有财力的人 就逃税 有钱的逃税 有利的人呢 就逃兵 那我们说的有权有势啊 基本上面 他们都各有想逃的 什么都逃逃不掉的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 那就是你 或者像我 要扶兵役 乖乖的去 要缴税 乖乖缴 根本呢 闭着眼睛呢 也懒得去跟你摞 说你给我的税单呢 我就签个字 就交上去 你叫我交 交多少 我就交多少 只要老子还交得起 可是 真正呢 真正有权 有钱的人 不是像你这样想的 所以兵役制度 当你用真兵制的时候 铁定里面有很多藏污纳垢的不公平 我才不信 在过去 我们在服役的时候 过去两年兵役 三年兵役的时候 有本事跑的 不跑才有鬼 把自己呢 当个医官呢 他都不愿意呢 这种的情况 很普遍 真兵制呢 除了会让的军人本身呢 没有地位同时 其实呢 跟国家的这种的 所谓的很神圣的 好国民的义务 虚应故事以外 没有其他什么好处 台湾老实讲 又不是很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人均所得都已经三万多了 每年呢 这几年的税收呢 都超增 其实呢 从政府的部门的角度来讲 你如果真的要募兵 薪水提高一点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我既爱国 我又有收入 养家活口 而且 我民进党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呢 再像过去那样子呢 去羞辱军人 虐待军人 苛待军人 只要呢 你们呢 现在呢 募兵服完兵役之后 那你退伍之后呢 我一定给你很好的待遇 安排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这样承诺 而不会让很多的 很多的军人 不愿当兵是因为 我哪知道以后 你又要把军人整的怎么样 你过去呢 对于对军人的那种的 斗臭斗烂斗垮 把军人的贬义的一塌糊涂 过去的那种的处理方式 让大家呢 把当兵 当作是一件 见不得人的事 就是万不得已 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观念是这样的时候 你要募兵都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调整一下 你对军人的态度 同时把待遇提高 对军人呢 退休之后的保障 或者呢 如果说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事故的时候 伤残死亡的腐恤 让军人呢 真的觉得有保障 他的光荣感 跟他的安全感 都要同时两个条件 要满足 就是我的光荣感 跟我的安全感 都要能够满足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平常 在讨论兵役制度的时候 好像从来都不讨论 这些事情 就是你只要能够设定 我在我的整个兵役制度的 推动的过程当中 募兵先确定 光荣感 跟安全感 这两个呢 要如何能够满足 你不会募不到兵的 现代的兵 都是科技兵种 老实说 兵不用多 全世界的国家呢 军中的援额呢 都是大幅的减少 就算募兵 我都希望少募一点 我何必募那么多 花那么多钱呢 所以全世界 随着科技兵种的出现 大家都裁军 第二个 因为是科技兵种 他不见得 一定要什么 很年轻 不一定啊 他已经不再是呢 过去呢 传统的这种的战争 在战场上面呢 都是体力火 你年轻 速度快 体能好 不是这么的重要了 现在呢 在科技战争的时候呢 是靠脑力的 你的战力 很大部分在脑力上面 所以年轻不年轻 没有这么绝对 你看到现在呢 乌克兰也好 俄罗斯也好 在战场上面 镜头少过去 经常呢 都是那种 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 四五十岁的 比比 是俄罗斯 六十岁呢 多多都上战场 只要你愿意 来 来 来 真兵处报到之后呢 你都有机会上 第三个 现在的战争 其实 少部分呢 基于呢 对国家的忠诚 荣誉感 以及我说 荣誉感跟安全感 都满足了之后 总是呢 会有一些年轻人 会有一些人 愿意 那 投身军 军旅 那成为 成为呢 就是说呢 你政府 所能够呢 掌控的部队的 就是说 基本的战役 再来呢 就是雇佣兵 全世界现在的 现在的雇佣兵 我举例吧 比如说 比如说很有名的 像是俄罗斯的瓦格纳 或者 美国的黑水 你知道像这种雇佣兵 它不只是人的问题 第一个 它的人的 人的元额 像瓦格纳 像美国的黑水 美国的黑水 当它业务量最大的时候 黑水的元额 它的编制内的元额 比美国参加 参加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的人数 都还要多 第二个就是说 这些呢 过去呢 可能 不管是黑水 比如说黑水的老板 过去呢 是海豹部队的 或者瓦格纳 那过去呢 几乎呢 都是呢 俄罗斯的一些的 特种部队啦 或者说呢 海军啦 散兵啊 空降啊 那它有什么特性 就是它对于 俄罗斯的瓦格纳 对俄制的武器系统都很熟 而黑水部队呢 对美制的武器系统都很熟 因此 它们除了呢 会帮助你这个国家呢 促销你自己的武器系统之外 而且它一上线了之后呢 操作那些武器系统 比你真目来的新兵呢 都还要强 因此 雇佣兵呢 慢慢的成为 过去我们讲 哎 法国有佣兵 其实在几十年前的时候呢 我们听到说 法国打仗有佣兵 就说好奇怪哦 佣兵 就是把它当工作 然后你给我钱 然后不管呢 我原来认同了 是不是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国家的理念 或者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就是你只要乖乖的付我的薪水 我就来帮你法国打仗 你派我到殖民地里面去呢 我也会跟着去 半个世纪以前 听到佣兵的时候 会觉得这算兵吗 可是现在雇佣兵 是战场上面的主流之一 木兵加上雇佣兵 当你听到就是说 如果 因为现在最有可能呢 会去呢 蛊惑年轻人 或者呢 去打压民意的 就是 就是呢 当的两岸之间呢 如果发生军事冲突 解放军 如果要来的时候呢 会 会伤害台湾 会伤害呢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 所有的生活的 生活的 我们对民主自由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坚持 所以呢 我们要为自己奋战 他们说 这是基本的逻辑啊 我没有说错 但但是 为了维持自己的自由民主跟生活方式 我的命就要交给你吗 我孩子的命就要交给你吗 No way 不是这样的逻辑 前提我接受 但是后面的那个推论 那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不要用呢 用偷换概念的方式 硬把呢 你想要的这个目的呢 塞到呢 大家的脑袋里面 那做洗脑没有用 国家国家 国跟家的连结 我再提醒你 在我们来讲呢 没有国哪有家 先有国才有家 覆巢之下无完软 这种的逻辑 只有在中文里面会出现 在你学到的其他的语文 比如说英语里面 或者欧洲的其他的语系 国跟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字跟字首都不一样 只有呢 在中文里面呢 国家国家 是一组一组词语的概念 国国跟家 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讲 就连接在一起了 就觉得不知国在上家 家在下 国就对家有支配的权利 国要家做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乖乖的就范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 只好服从我们的国 是吗 那对民进党来一讲 我觉得尤其在告诉民进党 你反对延长兵役的时候 除了我刚刚讲的 就传统的国家主义呢 对于人民的道德绑架 可以停了 不要来这一套了 现在的 现在的就是说 一般的先进国国家 只要他的 他的就经济水平发展到 某个阶段之后 基本上面都不是用真兵制 短时间之内 那我兵员不够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你要想想办法 你不要说你不够的时候呢 就好像在过去呢 抓我去冲军一样 那个是什么时代 那个时代的人 基本上没有能力 去对抗国家机器 可是今天 我们应该跟国家机器 好好的计较一下 不管是冯士宽也好 不管是邱国阵也好 当然我尊重他们 他们都是老军人 也都是很资深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的将领 可是在有关真兵木兵 这件事情上面 我提醒 我建议这些老将们 你听听看我的讲法之后 你觉得你们的观念 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 一旦你用真兵制的时候 它很容易的就使得 国家的立场 跟人民的立场呢 开始出现对立 你得是逼着老百姓呢 跟你去对立 你用真兵 就是你要支配我的生命权 让我的孩子 在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呢 陷入到不确定性 我们家的未来 的规划 甚至于命 都要交给你 没有 在台湾的政治集团里面 民进党特别没有资格 去谈真兵制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主张废死 主张废死的政党 为什么更没有资格 谈真兵制 你知道今天 民进党把它当作是时髦 当作是流行 我主张台独 我主张的 我反核 我主张废死 我支持同性恋 这是民进党常常赶时髦 会挂在嘴巴上面的口号 反核 你现在慢慢知道 那个出大问题了 废死呢 也是一样 台湾绝大部分的民意呢 都是反废死 但是民进党仍然认为 废死呢 是一种的时髦 我就是主张废死 但是主张废死 在政治逻辑上面 为什么要为那些杀人放火 的那些的重刑犯 要饶他们一命 可是保家卫国的时候 觉得我孩子 我清清白白 我从小好好培养的孩子 命要交给你 而你要去赦免呢 那些杀人放火的 那些的重刑犯 从我的角度来讲 这显然 显然不符合比例的原则啊 它就是个不对称的概念啊 你知道废死的 逻辑的最底层是 现代国家的刑事法律 没有剥夺任何人民生命权的特权 哪怕它是一个重刑犯 这是所有的废死的逻辑里面来讲 最重要的法则学基础 它有政治哲学的基础 就是现代国家 谁告诉你国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权 人民是国家 国家组成的一部分 那国家可以倒过来 对于他的主人剥夺他的生命权吗 不管这个主人做犯了什么错 他是国家组成 人民的一部分 你不可以剥夺他的生命权 这是所有主张 废死的人的很核心的逻辑 如果国家不能够去强迫 剥夺人民的生命权 那真兵呢 真兵的逻辑就大有问题 其实所有的 所有的反对真兵的 有很大一部分的逻辑 即使不是像我讲得这么清楚 可是那个逻辑呢 是一样的 就是现代国家 凭什么支配我的生命 OK 基于呢 整个国家的福祉的发展 你要我缴税 只要不是要我的命 基本上面 OK 大家都还可以讨论一下 税要定 定多少 要科哪一些的税务 这些都还可以讨论 可是命没有就没有了 对我来讲 并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 当民进党呢 要主张延长兵役的时候 尤其是民进党 过去兵役在缩短的过程当中 是民进党呢 要拿来 拿来呢 拿来讨好年轻人的 最廉价的筹码 只要一提到兵役缩短 年轻人就亢奋了 亢奋了之后呢 民进党呢 实时随之位的时候 就把兵役呢 不停说说说说 说到现在四个月 开心吧 这个时候又发现了 兵员不够了 又舍不得花钱了 脑袋打铁很多观念 又转转不过来 现在要开口 要把兵役再延长的时候 大家不医了 不医了之后 好像是老百姓的错 不 那是民进党本身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民进党就是始作俑者 无后呢是活该啊 最后 如果说真的 哪怕是呢 要维持现在的四个月的兵役 我都觉得有问题是 现在不是男女平权的时候吗 为什么只有义男 没有义女呢 为什么 在现代当一个科技兵种的时候 已经呢 已经不再是出门的时候呢 一定呢 训练的时候 一定呢 是500包背着枪 然后带着钢盔 500公尺障碍 如果条件的设定呢 已经不是这种体力活 这么的严苛的时候 女性为什么一定要被排除呢 有一男为什么没有义女呢 如果男性呢 要受呢 要受四个月的基本的军事训练 老实讲你进去也知道啊 没有啥体力活啦 那女生为什么不用去四个月呢 军中 你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俄乌战争 尤其是乌克兰的部队里面 女兵比比皆是啊 很多的狙击手 都是女兵啊 眼睛好 然后呢 隐蔽 又不用 所有的武器的配备呢 都是现代化的 同时呢 又不用呢 在第一线呢 跟人家呢 冲锋陷阵 这种的活呢 即使动枪动炮的 女兵都可以做啊 男女在现阶段的兵役制度里面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 何况你说呢 女生还是不适合 但很抱歉 当真兵的时候 女生就是比男生踊跃啊 那显然 当呢 当有钱 有钱 薪水够的时候 女生并不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兵啊 每次呢 在真兵的时候 男女性别的比例 女生很快就就满儿 男生呢 反而招不到 他就告诉你就说 男女生呢 在看待自己跟军队的关系的时候 跟你的刻板印象 那种都落伍了 都不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呢 在这样子一个基础下面 你觉得我们还应该很盲目的 接受这种所谓的 所谓的国家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这种的军队的 爱国心的道德绑架吗 你爱国 你如果你要爱自己的国家 那你就乖乖的听我的 我叫你当一年就当一年 我叫你当两年就两年 我叫你呢 上上战场呢 去送死 你就乖乖去 我管你家里面的是什么关系 我管你对你这生命的人生规划 你有多美好的愿景 你原来呢 给自己的许诺 是我这一生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很抱歉 碰到呢 碰到战争 碰到军队的时候 人 所有的追 追求都归零 大家都一样 都是杀人机器 或者被杀的机器而已 你要嘛 我说了 只有 募兵 只有精兵 只有雇佣兵 才符合呢 现代的兵役制度的要求 所以我会建议 当然如果民进党说 我现在呢 拉不下这张脸 我就是要把它延长为一年 各位 我也讲了 那你就像苏贞昌呢 苏贞昌宣布嘛 苏贞昌宣布完了之后 反正 邱国正都已经讲了 这不是我国防部能决定的 在网上面报要讨论啊 那就丢到行政院 让苏贞昌呢 去决定 苏贞昌通通过了之后 那刚好呢 顺了民进 然后很多人的意 就把苏贞昌给拉 拉下 因为民意一定沸腾 苏贞昌只要过了 民意保证沸腾 对于的苏贞昌的仇恨值呢 会马上就拉到非常满 拉满了就把苏贞昌换了 那不是一石二鸟吗 就看你敢不敢做 但是如果就是论事 我不止反对把四年 延长为一年 延长一天我都反对 甚至现在的四个月 都大有问题 台湾的兵役制度大有问题 基于未来 现代化 现代战争的需要 大家需要重新的 全面的定位自己的兵役制度 尤其不要拿美国的那套 来说服台湾的年轻人 美国队啊 很多人的时候呢 看完捍卫战士2的时候 征兵战呢 又排队了 大家又想要去当军人 就很过瘾 你知道美国的这些军人 他们在当军人的时候呢 你问他说你当军人是什么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他就觉得呢 就是被派到某些地方 去耀武扬威一下呢 然后动枪动炮的 去把一些比他弱很多的部队 或者呢 被他们贴上标签的恐怖团体 把他们给炸了 把他们给杀了 证明自己很英勇 美国他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武装力量 跟军事科科技 所有呢 他过去挑战的对手 都跟他差好几个量级 美国是在这种的情况下面呢 他才能够很容易争到很多的兵 很多人知道 我上战场 其实我阵亡率不高啊 相反的 我只要存活下来了之后 我这辈子呢 我基本上面 即使不是不愁吃穿 可是呢 我会有很好的保障 这个呢 对于我 对于很多呢 可能没有什么专长 不要说不学武术 没有什么专长 也找不到什么太好工作的人 当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是 在台湾 如果你要当军人 你要体任 你将来要面对的主要的对手 可能是装备 科技 人数 都是高你好几个量级的解放军 跟美国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老是拿美国的那套 拿来呢 教训台湾的年轻人 那是不同的情境 而且呢 整个假设 刚好是完全相反 你站不站 赞成把兵役制度 从四个月延长为一年 如果你反对 把今天的节目看完 仔细地放在你的脑子里面 开始讨论 形成共识之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 参与明年 最重要的政策讨论 感谢 收看今天的Yahoo TV 周末快乐 拜拜 下回见 Yahoo by bwd6 感谢观看